針對呢這個最新的選情呢 還有這個郭台銘不選了 館長有最新的說法喔 一起來聽 大家可以尊敬他一下了啦 既然也沒有要選 他又說 他要持續為台灣努力嘛 那我希望郭董喔 郭董我真的希望喔 真的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把接下來的人生喔 你喜歡做善事嘛 你有個基金會嘛 那館長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好好的就是 照顧我們台灣這些弱勢 幫助我們台灣這些弱勢族群 不管是軍情銷戶 還是這些小孩 還是這些弱勢 還是這些原住民朋友 還是很多很多 你都可以做 因為你的能力 你的錢真的是多啦 那你不選 我覺得啦 你真的是大度 你真的是把這個權力放開了 真的讓大家一眼之音為之一亮 不然我們都以為喔 你真的是 有錢有錢到一個境界之後就想要全 我做總統跟他會死 你聽到我 可是你今天這樣我也替你感到很不捨啦 叫國民黨爭掉了 那我想你也不會回頭說 我現在支持韓國瑜嘛 你也不可能嗎 你在我這邊都跟我去不不啦 OK好 大家怎麼有一個錯覺好像郭董不選 人氣更旺有沒有 大家都在幫他惋惜 甚至呢這個館長也講說 你是不是被國民黨給爭掉了 來 尾山怎麼看喔 這是館長的一個呼籲啦 但除了郭台銘是不是被國民黨爭掉了 另外一個 欸柯文哲咧 這是不是也代表是第三勢力豐盛 因為他現在確定他 他也來不及選 他也自己早上也說他也不選了嘛 怎麼看這個第三勢力的部分 喔當然現在 柯文哲應該是對心瓜啦 對心瓜 他發現已經沒有辦法 他的錢包已經不見了 我想他現在心情應該很痛 錢包掉了 對 就有看到報導有特別講到說 其實在這個公斗宣布的前一天 其實這個柯文哲是有跟郭台銘見面的 那想要跟他等於說挽回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柯文哲不願意做他的副手嘛 因為就我想郭台銘他自己在選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很多的評估 他到底會不會上 因為選 基本上一個人想投入選舉 基本上就希望可以勝選 可是郭台銘現在面對的很多壓力 是在於說 他原先的那些好朋友並不支持他 我所謂的好朋友就是說 所謂藍營內部的人 那他可能過去的這一些 他認識的在 他過去的這幾年內 他認識的一些朋友 其實並沒有辦法明著挺他 那包含像王金平 好王金平他也不可能脫黨啦 那你說他雖然想要做這個 郭柯王三個人的結合 可是王真的可以拋笑他過去的那一些經營 而轉而支持郭嗎 就我想這都是他很多考量的這個內容 那當然柯文哲他有他自己強大的粉絲嘛 我們都知道柯粉一直以來的黏著度也都很高 雖然最近在他的臉書上掉粉掉了很多 但始終有一批支持他的人在這邊 有一批所謂的第三勢力 他就是不喜歡藍綠的這樣的一個凝聚力 可是偏偏柯文哲總是用很多理由 不願意跟他合在一起 那當然郭台銘當然會覺得脆心嘛 就是說 就你想跟我合 但是就你卻 並不想要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就拉我這一把 那當然這就破局了嘛 那破局之後 柯文哲現在應該是頭最大的是說 他要維持他的這個民國黨的這樣一個聲量 然後如何去推動這些候選人 對 使他拉到民眾黨 民眾黨嘛對不對 民國黨 每次都想政黨 對不起 就是在這個狀況下 他應該是會比較困難 等於說他已經沒有這個經濟的動能 那他要如何去維繫這些所謂 這個區域立委的這個選舉 那我想這是他目前比較擔心的部分 那他的勢力還可不可以延續 那這也是要繼續看下去 他還是要維繫一下 他還是要維繫一下 他還是要維繫? 他還是要維繫一下